我们先准备130克的牛奶 加入3克的酵母 加入15克的白糖 用筷子搅拌一下 将酵母化开 再往里面打入一个大个子的鸡蛋 带壳重65克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280克的高筋面粉 3克的食盐 用筷子搅拌一下 搅成这种棉絮状 再加入玉米油20克 搅动一下 下手揉面 揉成一个偏软光滑的面团 大概需要5-6分钟左右 揉好之后 给它收圆 盖上保鲜膜 放在冰箱冷藏一晚 大概10个小时 早上起来的时候 将面团拿出来 这个时候已经是半发的状态 将保鲜膜反一面 再给它回温 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 看到面团体积明显长大 手指沾上面粉搓下去 不回缩 经过长时间的冷藏发酵 面团已经产生筋性 能够拉出薄膜 然后将面团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面 像这样揉搓一下 给它排气 排气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将它分成6等分 取一小份 放在桌面 用掌心给它滚圆 滚好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放一旁松弛 大概10分钟左右 松弛好的面团 底部朝下 用擀面杖给它擀开 上下的推 推出一个牛舌状 然后包上一根火腿肠 给它捏紧实 从第一个做好的开始 底下垫上筷子 用刀切成大概1厘米的宽度 底下不要切断 但是火腿肠一定要切断 将筷子去掉 给它整一下形 将它平铺在桌面上 然后按压平整 再将它放在铺了油脂的烤盘上面 再给它整理一下 把平整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造型 就是给它穿成一个圆 这样一朵非常简单的花朵造型就好了 整理好的面团 放在烤箱里面 进行二次发酵 我这款藏地的烤箱 自带发酵功能 没有发酵功能的话 可以在底下放上一盘热水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发酵好的面团 摸上去非常的柔软 这个时候就可以预热烤箱了 上下火175度 再准备一个蛋黄 搅散 均匀的刷上一层蛋黄叶 刷好之后 在上面撒上一点葱花 也可以撒上一点芝麻 将它放进预热好的烤箱里面 上下火烤大概17-20分钟左右 中间观察上色 像我这种上下盘烤的话 中间给它换一下 时间到我们的面包就烤好了 这样做好的面包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烤好的面包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柔软 还自带拉丝的效果 咬一口 面包的松软 夹杂着火腿肠的香 真的是超级的好吃 小孩子非常的喜欢 这款面包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不用揉膜 轻松就能搞定 关键是它的颜值 真的是太高了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再会 拜拜 谢谢观看